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講到天氣在頭暗暗的時候 這個紫外線就是我們皮膚 健康美麗的頭號殺手 所以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 都以前會認為 我就要保護條條 浮條條 這樣子才可以來對付紫外線 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很多來賓 來分享他們以前 都是怎麼來防曬的 然後我們觀眾朋友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跟他們過去一樣的 這樣的防曬方法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兩位真的是 從頭到尾給他包緊緊 這樣子好像要去搶那個銀行 我跟你說 我是Tracy媽媽 我是三寶媽 我平常出門 我帶我女兒出門 說媽媽走 我們去逛街 我跟你講 我大概要花五到十分鐘 要用口罩 墨鏡 然後再來一個陽閃 以前就是這樣 再來 還有再穿一個衣服 就這樣 但是後來我發現不好用 不好用 因為很花我時間 而且我用完之後 我都整身苦寒你知道嗎 包得這樣 真的很累 好像要去 真是搶劫衣服 那感覺 其實我的話 其實男生出門一定要戴帽子 真的是防曬 也是為了防曬 對 還有一個夏天我比較 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喜歡穿比較能吸汗的 所以我寧願穿厚一點的外套 為什麼 因為厚一點外套 它是真的能夠幫我去防曬 我覺得遮蔽力比較好 對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我遮得也很好 你看我像小偷一樣 所以我真的一到夏天 我寧願五到全身是汗 然後就是為了做到防曬 但是有一點 我又變成一個很臭的男生 因為流汗大量流汗 所以媽媽你們可以卸甲了 我趕快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真面目 其實我不是長這樣子的啦 為了要防曬 我穿那麼多 我出門穿那麼多 回來我也要脫這麼多 而且有時候穿成這樣出去 真的天氣熱 你可能還會熱中暑 對 沒錯 而且東西那麼多東西 我在外面逛街 我還有一個有時候進去室內 還有一個拆卸下來 東西還會不見 好 那你現在脫掉之後 那你的防曬 現在你變成怎麼防曬反 沒有 之前我都穿這個薄薄的外套 防曬衣 它號稱防曬衣 它是因為我真的穿這個 我發現我沒有變白 真的是越來越黑 我女兒都說媽媽 你怎麼錄來錄歐 所以以前的防曬 沒有達到防曬效果 我覺得真的是很差 不夠力 所以現在要聰明防曬 所以你們現在呢 新的包括我們現在穿上 對 這個就是 新的科技 新的科技 你看我出門現在只要一件就好了 我就不用搞那麼多好辛苦 我的心都累了 而且我覺得這件穿起來輕輕 很輕輕輕的 很輕爽 然後口袋又多 然後這一件我覺得 因為我後來是都 就是我都把這些都拋棄掉了 我要花那麼多錢買這些 我不如穿一件衣服搞定 後來我發現這一塊 因為它真的是布料很特殊 台灣真的是很厲害 紡織王國 它這一塊有四層 四層你不要覺得它好像很悶 不會 因為它又很透很輕 然後你看其實表面 就像他現在永逸穿的 跟你現在上上穿的 這個是印花的表面色 然後他有一個A面跟一個B面色 裡面是白色嘛 外面是印花色 所以是兩面都可以穿 A B面都是正面可以穿 那我們有第一面你看 第一面就是印花面 然後印花的裡面有一個膜 有一層膜是第二層嘛 表面一層兩層 然後另外一個另外一面的外套 也是白色第三層 然後白色的背面有一個膜 第四層 所以它總共有四層 四層每一個A面 B面都是正面 然後每一面都有一個膜 防水膜 然後除了防水又高防曬 所以它很強 所以這個防曬啊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外面這個顏色 我覺得我挺喜歡的 很適合夏天 對 夏天 反面內面也可以雙面 一件就等於是兩件的概念 對 雙面穿 外面我同款 不同的穿搭 對 你可以兩面穿 也很好看 不分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那剛剛講到說 竟然可以兩面穿 所以它的防曬 就等於Double了 對 超級Double 好 我們馬上做個實驗給大家看 跟它的以前那個薄的那一件 是不是可以比較一下防曬 好像真的可以 我來試試看 因為它怎麼會越曬越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一件啊 就是我現在穿這個紅色的地方 我們來測試它的那個防曬 這是紫外線燈 然後你看它如果說 我們在外面大太陽下的時候 曬會不會根本就不會曬黑 中南部 後來發現根本就不用帶什麼傘 還要帶什麼東西 穿這一件衣服 其實就搞定了 你就不會曬傷 也不會曬黑 你看它穿起來 你看 它就是根本 完全幫我們阻隔紫外線 是 沒有錯 然後之前我穿新安的這一件 我真的還沒試過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越曬越黑 然後我先來試一下 它真的會不會是 也是曬傷曬黑這樣子 然後一樣它紫外線燈 來照射它 所以真的 其實防曬很 衣服要選對材質 等一下材質要選對 我發現它裡面已經黑了 我真的發現我才穿錯 你看 你那件真的是防曬衣嗎 真的是嗎 真的是藕爐 真的是藕爐 難怪我越穿越黑 好 所以來 你再把這四層布面 我們給大家看 這種科技新材質 它又輕量又透氣 可是兩面穿 所以防曬是雙倍 兩面穿兩面都是防曬 每一面它的防曬是到多少 99%以上 所以它至少有四倍以上的防曬 一般是50多 它是50plus乘以4倍的概念 所以這個 高防曬 不是我們擦這個防曬乳 完全不動 它是布料防曬 所以你怎麼去洗滴它 洗機怎麼洗它 它原來它就是長這樣 永久有效 好 那我剛剛這樣 我現在這樣穿起來是輕輕 可是Tracy媽媽說它有四層 那很多觀眾朋友就會想說 這樣會很熱 會悶煮嗎 不用擔心 可不可以穿透對不對 這就是很重要 其實到夏天我也很怕 就是又悶又熱的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布料 它的特色在哪裡 其實我們直接加水 你會發現要穿得住 而且它要透氣 同時你看我加了水以後 所以中間那塊布面 就是我們衣服的布面 沒錯 我水加多一點 你看它整個下面的 我們的水不會滲透到下面 我們看一下水倒下去 結果水不會往下滴 有沒有發現 對 但是媽媽 所以跟雨傘一樣 對 但是媽媽你會想說 它會不會像魚一樣悶熱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 你看它直接會有氣泡 它是有透氣的 防水要透氣 對 所以今天它做到了 讓我們穿在身上不會悶熱 能夠穿得住 這很重要 夏天很必備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這種 會呼吸 透感 其實我覺得在辦公室裡面 你還是說 這個冷氣比較大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樣一件套著 也挺舒服的 對 沒錯 而且它布又很輕 對皮膚感覺又不會說 就很輕膚的感覺 然後你看到一件外套 它除了剛剛可以防曬 夏天就怕什麼 防曬 然後下雨天的時候 又可以防水 所以一件又可以高防曬 又可以高防水 很厲害 尤其像我們衣服這種顏色 又比較淺 對 所以如果說防曬防水 還可以怎麼樣 還耐 也很耐穿是不是 耐髒 其實耐髒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 不要說 剛剛說有人說什麼 露營登山會怕髒 其實不是只有那些東西味道 你平常穿 多穿了兩次 它其實就髒了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你現在拿的是 番茄醬 番茄醬 我們吃那個什麼 大薯醬 小朋友把番茄醬擠出來 來 我看 擠在我們的今天 它的機能外套上面 我都還沒有去沖水 它就已經 它就滑掉了 它就滑掉了 咕溜咕溜 咕溜咕溜就下去了 其實不用沖 我不用沖 但是我玩一下 讓我玩一下 我都準備水了 你看它水這樣子下去 完全不會附著 這是什麼原理啊 它有防水 高防水的係數 然後又有表面 我們又有做防潑水的處理 它除了高防水 又高防潑水 所以它很厲害 很厲害的一件 這就是我號稱 我看到這件衣服 我發現它是地表最強的外套 又可以防紫外線 又可以高防潑水 所以大家在這個 春夏秋冬 其實都可以薄薄的 這件 對 來幫我們自己 防護這個紫外線 沒錯 那永逸拿著這個鐵刷 要幹嘛 其實有個鐵刷就是 其實像Trissy妳講的那樣 其實外套穿得住 而且要耐穿 所以現在露營的人很多 所以說戶外活動 對不對 你看我今天很努力 哇 聽到聲音了沒 有有有有 很用力 不怕起毛球 也不怕什麼勾紗 完全沒有勾紗 完全跟新的一樣 滿重要的 所以它真的就是 耐刮耐磨 所以耐穿 哇又可以讓我們覺得說 穿起來很輕 那竟然就是一件可以抵兩件 是雙面 兩面穿 然後剛剛有講到說 它的防曬是兩倍防曬 因為雙面對不對 對 又可以同時照顧到透氣 真的是厲害 地表最強的外套 好 所以這個夏季啊 我們如果 在生活當中 我們要防紫外線 所以聰明的衣物選擇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好好 跟大家來分享 所以大家一定要學起來喔 女王小教室 教你聰明過生活 大家好 我是淑慧營養師 根據衛福部呢 給我們的飲食建議上面呢 它告訴我們 每天至少摄取膳食纖維 25到35公克 這樣子的膳食纖維 才足夠幫我們達到 促進腸道裡到的 正常的蠕動 可以達到 預防讀書的清除 預防癌症的發生的目的 可是 我們實際上 真的有吃到這麼多嗎 根據我們的 國民營養調查裡面呢 顯示 我們的男性大概 平均摄取每天 只摄取13.7克 女生呢 只摄取14克 事實上 遠離我們的建議量 還遠遠的不足 所以就是說 我們大概有9成以上的國人呢 事實上是膳食纖維不足的 那膳食纖維不足 會導致我們身體出現什麼樣子的症狀呢 排便不順 便秘 以至於毒素清不乾淨 那毒素在身體裡面堆積 其實會毒素在回收到我們身體裡面 你可能會出現有口皺啦 皮膚暗沉啦 青春痘的現象 你是不是 是不是長痕不吃早餐 長痕膳食纖維吃不夠 你是不是外食吃了油膩 你是不是 排便不順 你的精神狀態 是不是長痕萎靡 或是感覺 心情愈足 這一類的 所以之後你要去顯示 是不是你膳食纖維不足 問題是 我該怎麼樣去摄取到足夠的膳食纖維呢 因此我們的衛福部就告訴我們 給我們一個口號 蔬果五七九 這樣子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代表五是小朋友 一定要五蔬果 三蔬二果 那七是什麼呢 是成年女性 四蔬三果 那九是什麼呢 是成年男性 五蔬四果 記得喔 蔬菜一定要比水果多 那你一定要摄取到這樣的足夠的分量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會鼓勵大家 你必須加上全穀類 加上堅果類 你才有辦法達到 25到35公克的膳食纖維 有些人沒有那個概念 25到35公克的膳食纖維 概念是什麼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呀 這麼的多 但是你要吃到這麼多 才有25公克 所以我也不可能直接吃吃這些高麗菜 但是我們會鼓勵大家 日常生活裡面 你一定要多元的 多方的攝取 顴骨類 堅果 蔬菜 跟水果 膳食纖維裡面可以區分成兩幾種類 包括 粗纖維 就叫不可容性膳食纖維 跟可容性膳食纖維 不可容性膳食纖維 主要就像 一支一支的幫你把 腸壁上面的髒東西 代謝物排泄出來 所以可以達到 清腸通片的效果 那可容性膳食纖維 就像海綿一樣 它進入我們的身體裡面 吸附我們的水分 它就會膨脹起來 變為柔軟的糞便 容易排便 容易吸附毒素 容易吸附油脂 幫我們達到清除我們身體裡面 不好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兩者對我們來講 都是很健康 都是很重要的膳食纖維 記得 每天要攝取足夠的膳食纖維 才可以保護我們自己喔 炎炎夏日 如何吃出有藥的身材 聚當大夫 小富婆 但是國人九成以上 膳食纖維不足耶 可能大概一天要吃 20到30公克的膳食纖維 這麼多怎麼吃得完 三九素果粉 全骨根莖類 水果類 像蔬菜類 堅果 還有我們添加的 益生菌 要定了一天所需的營養素 一天一杯就達到 我們膳食纖維 20到35公克 直接沖開水 就可以飲用了 它喝起來沒有菜味 反而有一種水果香的味道 飯前吃 減少食育 吃得比較少 三九素果配方的膳食纖維 它還可以達到完全的膨脹 飯後吃可以讓我們排除老舊廢物 不通 直接掉下來了 對 喝的方法很多 可以加牛奶變綠拿鐵 變壽司 你可以做高鮮果凍 夏天涼爽 對抗紫外線 我們還要穿的時尚遊行 天涼 耶 男的帥女的美 好喔 真的耶 我覺得很好看耶 不管是哪一面 其實我覺得泳衣穿起來都很顯 對 氣色很好耶 而且我覺得其實很有活力 對 幾種外套穿起來就是 讓你穿得豬有時尚感 對 又兼具機能 對 尤其像Tracy本身是綁馬尾 對 你說這個它本身還有帽子 有帽子 因為它有連帽 它有連帽設計 對我來說它帽炎又深 對我來說如果下雨或雁陽天 我覺得它很方便 就是取代了我的帽子 而且如果是綁那個馬尾 或包包頭也塞得進去 你不用擔心 我剛剛就說它的帽深 所以都不用擔心 是 因為它有彈性 而且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邊真的遮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脖子也要 對 防曬可以做到 都可以把它防護起來 對 好 所以這樣子是好看 那永逸呢 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是胖的 但你發現它真的夠深 所以它的彈性也夠 那另外一個我喜歡這件的原因 就是說 其實因為它是兩面穿的外套 男生最不喜歡背包包 所以有的時候收納不好的外套 我還不喜歡穿 但是因為它收納很好 這樣收納很好 你知道我現在身上帶了多少東西嗎 看不出來吧 你有帶東西嗎 我可以去 看不出來耶 我可以去環遊世界了 來 第一個你看 側邊呢 你塞了什麼 來 這麼厚的 有油卡 鑰匙圈 再過來呢 我放的是長甲 還不是短甲 皮包耶 長甲 因為是內外嘛 對 那相對的裡面的口袋呢 我可以放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雨傘 雨傘也進去了 貼心的 幫我的女朋友帶一把雨傘 對不對 還有 我們直接再看到這邊放到什麼 爬山戶外活動 時時刻刻要補充水 哇 水也帶了 還有最重要的手機 手機 對 所以總共呢 其實裡面三個 外面三個 所以總共六個口袋 它好像那個百寶袋 整件衣服本身就是一個收納袋 對 收納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看我這邊有一個這樣子 收好的衣服 它就是 它這個衣服好處 它可以自身收納 那它這件收納牆 就像這樣子 那是另外一個袋子嗎 不是 它是它其中一個口袋 就直接收納成這樣子 口袋就是收納袋 對 我收起來長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 隨身期待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想要穿 想要太陽 下一天就可以穿 你看就是它這件 有的時候你收起來 就可以丟到機車裡面 對 丟到機車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 收起來也可以當靠腰 對 靠枕啊 腰靠啊 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告訴大家怎麼收 因為它總共有六個口袋 它其中一個口袋 它有雙頭拉鍊 這有雙頭的拉鍊頭 那一個拉鍊頭 你就把這個反收進去 你就一直反收 反收 就變成一個 就塞 塞 一般很多這種外袋 它就是 另外附一個袋子 可是我跟妳講 我有一個惡夢就是 我那個袋子永遠都不見 我也是 每次我要找它收一收 要換機還是要幹嘛 要收 你不要講那個啦 雨傘的袋子大家都會不見 對啊 你看說起來就這麼小一個 來我們給大家看 口袋就是收納袋 對 然後提著就可以走了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包包 出國旅行更好用 然後你放在背包裡面 然後在飛機上 會冷的時候 拿起來就穿 如果你不冷的時候 你就放在當腰靠 當枕頭 然後你到了溫差的地方 太陽大 或者是下雨的時候 你到那個國家的時候 你就拿出來 穿上去很方便 就這麼方便 它又很輕 很輕 究竟有多輕呢 又很輕 來我剛剛的 夏天以前穿的外套 來跟它比一下 一件輕的外套 真的 你看剛剛穿那個外套 又厚又重 然後我們現在這件 這件外套真的是 你看我們來放上去看一下 它的重量 然後 我們又可以收納又輕的 七六四 它兩個重量就差不多 差了大概一倍 差了一倍 差了一倍左右 所以一樣我們要做到這個 防曬透氣 又防刮 又防潑 又防潑水 高規高筋 還要輕 兩面穿 你隨身所益 可以搭配你的穿 所以這個一件兩穿 還比那個只有單面穿的還輕 對 輕 輕了快一倍 然後你看它的體積又看起來 如果說你要外出要帶 你要帶這樣大體積 還是要帶這麼輕量好收納的東西 好 我們也幫大家總結一個複習 請 其實媽媽來介紹一下 所以這樣一件兩穿的多功能機能外套 在夏天真的是必備 當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雙面機能外套 兩穿的它的重量時間就大概差了一倍 一倍多 你看640克 然後抗UV 我們剛剛說抗UV可以兩 每一面可以兩倍 所以它因為它是兩穿 所以就變成四倍的 四倍的抗UV 然後可以有效阻隔 紫外線都不用擔心 然後這件它是結實耐穿 所以它就是防膜 耐刮抗撕裂都沒有問題 它剛刷怎麼刷都不會流痕跡 然後因為這件布料 因為它布料本身就有四面彈性 所以你怎麼拉扯 它彈性有延展性 它可以真的跟著你的運動 你要怎麼走 它也不會覺得說 你穿得越穿越不舒服 什麼好像綁著那個脖子 脖子又腰痠背痛 或肩膀也雙痛 不用擔心 因為它彈性很好 四面都可以延展1.6倍 然後再來抗UV 我剛剛說它就是一件外套 如果一下就髒好 你就好去洗 很麻煩 那因為這件外套 因為它抗UV又防水 所以荷葉效應可以防潑水 高防水 高防潑水 耐髒污沒有問題 不用擔心一件外套 會一下就髒掉了 輕甩水滴又不殘留痕跡 多好 高規高功能 所以這樣子一件 其實不是只有防潑水 它竟然可以防暴雨 我們馬上做一個現場很殘酷的實驗 真的很殘酷 如果這個衣服不好的話 絕對不會做 這個是乾的我們的一個紙巾 來我把它放在這裡 對 好 如果今天出去的時候 遇到下大雨 比如說 然後我們騎機車呢 我們只要把帽子戴起來 然後呢 整個把頭包起來 整個頭包起來 我在騎機車 下大雨了 來喔 下大雨了 最近又常 這樣子大雨之間淋 最近又常下大雨 你看那個什麼 真的不會濕嗎 北中南都在下大雨 所以等同雨衣的概念 對 你看你手臂都不會濕 頭都不會濕 我真的沒有在客氣 好 我們來馬上檢查一下 是不是 但是你看喔 如果是這個季節 比如說你遇到了下大雨 對 我手是濕的 你來拿 來 我們拿一下 檢查一下 哇 還是乾的耶 完全來 兩面翻一下 兩面都是乾的 全部都是乾的 都是乾爽的 所以暴雨級的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尤其現在都常常下雨 對 好 來 我們請兩位呢 我們也回來 那其實這樣子呢 一件多功能 而且它又是兩面穿 所以等於是一件抵兩件的 那尤其這邊也請教一下 Tracy媽媽 這邊講到說 它的多功能 真的是很智能 包括哪些呢 我剛剛說嘛 我們有那個 剛剛那個超大的水 防水可以防暴雨 它可以到三萬 每一面是三萬喔 所以現在看到功能都是兩倍喔 所以它可以防止到六萬喔 對 耐水洗色勞度四到五級嘛 就是讓你就是 不會退化 沒有化學藥劑殘留啊 都沒有問題 那潑水度嘛 100%因為它又耐髒污 然後高透氣性 你外套穿得透氣性好 你穿了就穿得住 然後就是 又可以帶摩擦啊 不含洗壓 甲醛 藕蛋 染料一些化學藥劑 然後又抗撕裂 抗強韌度又高強度好 然後又 夏天最怕蚊子 所以又防蚊測試 蚊蟲就會遠離你了 不會來騷擾你 所以這件外套 它不是只有看到你表面這麼簡單 它都要經過重重的測試 重重的關卡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那尤其剛剛當然最基本也最重要 就是我們的防曬對不對 那剛剛講說 它的單面防曬就是已經多少了 四倍以上 那所以我有兩面 兩面對 就等於八倍了喔 好 所以觀眾朋友呢 有沒有一個概念 如果夏天我們在防曬的外套的選擇上 今天大家有沒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要有哪些功能 又要有多很多口袋 很多的對 收納 可以省了很多包包 你就不用戴著包包 你就放在生東西 都把它放在口袋裡面 就走 你也不用擔心不用不見 Trissy講的很重要 就是夏天你要先第一個穿得住 所以一定要不悶熱 我要透氣好 透氣性好 再過來就是你講的防曬一定要好 所以這件防曬又OK 然後我的收納又好 又可以防暴雨 那如果呢 今天呢 你覺得天氣很好 然後你可能沒有外套的需求 可是你又想要呢 把防曬呢 還有這一個呢 我們剛剛講到 又要清透涼 都要照顧到 就可以脫掉 就像我們今天也分享的這一種是 把冷氣衣 你看一下 穿在身上對不對 好 女生的這個冷氣導管 是在肩膀跟這個 後背 後背對不對 後背窗 男生的冷氣衣開在哪裡 所以在男生最容易出汗的 胸跟肚子這邊 還有整個後背 所以就說男生的大量流汗 衣服都不會黏著在身上 男生我看 他差不多有五分之四 全部都是那個冷氣床 冷氣 對 給你滿滿的冷氣 所以超涼 超涼爽 然後那個Tracy 你說你老公穿這一件之後 你家冷氣都省了 省了 還有我兒子 我兒子一百七十幾公分了 他都穿這個去打籃球 他說媽媽我超愛穿 因為他大量流汗 很涼快 好 所以這種冷氣衣的概念 它其實就是我們台灣非常棒的一個 冷凝科技砂的科技 對 而且它是原砂 原砂的概念就是 你穿到壞掉它都不會消失 所以酷糧特殊之法 然後吸濕排和樹幹 然後再來 遠離病菌啊 病毒的異味 然後清洗不會勾殺起咒 然後因為它彈性又很好 伸縮自如 防曬清涼又清亮有感 對 所以這個布料很強啊 所以如果我穿這種冷氣衣 我就自己再戴一下這種 這個叫做什麼 袖套 冰涼袖套 冰涼袖套 所以這樣子也是另外一種 更清亮化的一個防曬概念 再把剛剛那個什麼帽子是不是 我們也給它戴上去 這樣就是也是都是一個全 全副的防護道 而且這樣就是一個很清亮化 對 好 那也請教一下 Tracy媽媽 你說這個它有沒有什麼size之分 沒有耶 男生女生大人小孩 你要從五歲都可以啦 五歲你到八十五歲 九十歲都可以用 因為它沒有分尺寸 因為彈性就很好 延展性很好 所以你手背的粗啊細啊 都可以戴都沒有問題 而且我戴它有個好處 就是像我去會登山嘛 那我去爬山的話 其實你們有發現 它在頭的部分 有比較寬的一個織帶 對 它不會往下翻 對 所以像我的話 你看你戴到這邊 但是它的長度可以拉到 我的手臂 可以拉到這邊來 對 你一直拉 所以它 你看 所以它可以拉到很上面 所以整個手臂 完全包覆起來了 對 有通耶 所以它彈性很好 而且在這個什麼 手環的部分 是不是手腕這邊也就是 它有固定的 我們有固定 它有固定的指紋在上面 所以也不同意滑動 好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真的跟大家方方面面都介紹到 從頭 那輕量化的一個 涼感的冷氣衣 又可以防曬 然後再戴上我們的這個防曬 又是怎麼樣 涼感的袖套 或者來我們再穿起來 如果說你希望說這個防曬 再加上這個 比較更防護 因為可能會遇到暴雨 對 我剛剛脫下來的時候 所以就把這個 雙面的外套也穿起來 對 我剛剛脫下來 我就把它穿 我就反了另外一面 我現在穿另外一面都可以穿 所以它兩面就有不同的look 兩個不同你想要怎麼穿 大家都沒有問題 而且這個彈性是 我說真的 來看一下 這樣拉 然後 都是彈性 四面彈 運動上都很方便 所以說這樣一件布面 你說是幾層 四層 來我們再給大家複習一下 它總共有四層 我們有表布跟 每一面的它有表布跟一個膜 所以它兩面都有表布跟膜 所以它總共四層 四層在上面 雖然四層低下很厚 但是它又輕薄 然後因為它就是高透氣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不透氣 然後又高防水高防紫外線 我跟你講 夏天一件真的是一件搞定 好真的是防曬防雨 然後耐刮又怎麼樣 要輕量抗污 好 我們謝謝來賓的分享 那麼也歡迎觀眾朋友 趕快上我們的 女王當家 94個子的FB粉絲團 或趕快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還有好多好多精彩的好康 要來跟大家分享 下雨了 就下雨了 監察一下 兩面都是乾的 全部都是乾的 都是乾狀的 所以暴雨級的都沒有問題 脫水度嘛 100% 因為它又耐髒污 然後高透氣性 外套穿得透氣性好 你穿了就穿得住 然後就是又可以帶摩擦 除了防水又高防曬 它就是根本 完全幫我們阻隔紫外線 是 AB面都是正面可以穿 每一面它的防曬 99%以上 所以它的防曬 就等於雙倍了 對 不分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洗肌怎麼洗它 原來它就是長這樣 永久有效 裡面三個 外面三個 所以總共六個口袋 對 然後我的收納又好 我差了一倍 差了一倍左右 所以這個一件兩穿 還比那個只有單面穿的還輕 夏天涼爽對抗紫外線 我們還要穿的時尚遊行 女王當家最讚的都在這裡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淑霞 今天我們走出棚外 來到了桃園市的盧竹區 那麼這裡就是傳說當中 盧竹區的後花園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好美的茶園 因為這裡的位置是在林口台地 雲霧繞 紅土層的排水性又好 日治時代開始 這裡就已經開始在種茶 以及製茶了 那麼這裡的茶葉泡起來 茶香清新 口感甘醇 民國85年的時候 前總統李登輝 將這裡的烏龍茶 命名為爐峰烏龍茶 其實所謂的爐峰烏龍茶 包括烏龍 金萱 翠玉 四季春 欣欣大胖等五個品種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的茶農們 承襲了祖先的製茶技術 產銷般落實分級制度 爐峰烏龍茶的品質 一直以來受到各界肯定 小朋友 家裡面有沒有喝茶 有 那你們知不知道 為什麼家裡的茶葉 這麼漂亮都沒有茶梗 不知道 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有邀請到茶葉達人 來跟我們解說 我們趕快來歡迎茶葉達人 趙琳姐姐 趙琳姐姐好 各位鼎舌富幼的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雨泰自茶場 今天我要帶大家 體驗不一樣的自茶過程 你們等一下要不要專心地學 要不要 要 小朋友你們都知道 我們這自茶的過程 有採茶 揉捏 然後自茶 然後再乾燥 那我們現在要做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 叫做篩選的動作 小朋友你們想不想再靠近一點來看 很快 很快靠過來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三個瓶子 這個要像樹枝一樣的 就是茶枝 顏色比較深的這個就是嫩葉 就是我們泡茶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老葉 顏色比較淺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顏色深的 挑選到這一堆來 茶梗我們就挑選到前面這一堆來 那顏色最淺的黃黃的呢 我們挑選到這一堆來 我們總共分成三堆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有小小的一個遊戲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小朋友我們計時三分鐘 比賽開始 怎麼了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除了有景色宜人的茶園 茶廠主人為了推廣茶葉文化 紛紛規劃了茶園體驗課程 雙六冠軍來一起發獎牌 來 我們給他鼓鼓掌好不好 好 好 除了美麗的茶園 像知識庫一樣的製茶廠 接著我們來到別有冬天的小木屋 陳大哥 我們今年春了冠軍 冠軍地在做的時候 有什麼 技巧或是秘割嗎 造成這樣 天地營 你絕對要去天 要去營 要去營 還要去營 還要去營 還要人生為盲 這一直都要配合 不是說剛才有多少 那就是這種苦經驗的 長期經驗的 第一就是我們要採取 地鐵 地鐵我們要去營 看 這是地鐵 它的成熟度夠了 讓我們來煎回來 煎的就是滑油 滑油 滑油你絕對要看 你要滑油 挑過 不行 挑過 要攪拌 我們不能說太大人 要輕輕地慢慢摸 再用重攪拌 攪拌後要評判 看攪拌 它的攪拌 程度可以 如果可以人家 更有靜置 再來 才有殺青 先生都跟我們說 做地 一定要有三項心 第一 就是用心 耐心 愛心 下去做 會出好地 你地鐵有死命的 你 要做的時候 愛心 為什麼我問他說 為什麼跟我們說 要有愛心 他說 你就是要輕輕一點 要有用心 要有耐心 為什麼他說 你耐心 你不能說 我要倒腰 我要來吃飯 等他放著就來吃飯 所以對要用心 要有耐心 還有愛心 這三種心 就去做 這做也是好地 對 我們現在來說 品名 怎麼樣去喝一泡好茶呢 要怎麼泡茶呢 首先可能就是要 水質水溫都要好 那個水溫要 大概八十五到九十度 就好了 那還有再來就是放置 要泡的茶葉 大概茶壺的五分之一的量 那就是一個 在茶壺下面一個平面就夠了 那沖 沖泡的時間就 一泡大概四十秒到一分鐘 這樣子沖 那喝茶的時候先要 平那個 它的香氣 然後再喝它的滋味 茶湯之後 這對不太清 清就是比較脆 那太紅 花瘦 花瘦 挑過 就這樣稍微 比較黄色 金黃色 金黃色的帶 稍微比較白色 比較白色 總面積超過 兩百九十七公頃的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有茶葉 稻米 綠竹筍 桃金糧等農業資源 還有德興堂 道冠堂 蘭東山宅 陀家廚等 閩南式的傳統建築 豐富的自然生態 及人文歷史 構成了新舊並存的在地文化 近年來成為北桃園親子旅遊 及民眾假日踏青的好去處 我們這裡的位置又位於 林口渡輝區 跟南港渡輝區的中間 那捷運 高速公路交通非常便利 那我們希望我們周邊的遊客 有空可以常常到我們坑子溪 來走走來體驗一下農村生活 那每一家農場都有讓你 意想不到的一些活動 那也可以常常我們在地 農家所生產的一些農作物的加工 或者是一些農產品的一個製作 園區內還有貓尾棋紅龍果園 千玉休閒農場 桃路坑休閒農場 及櫻置農場等 認識當地的蔬菜水果 農作物及自然生態 然後參與各種不同的DIY 及農事慢活企業 我們的紅茶 低海拔的紅茶 紅玉紅茶做出來的香氣 比高尾度的還好 因為我們氣候 溫度濕度剛剛好 本來早期這邊就是做紅茶 外銷日本的 現在年輕化了 我們就會把它改變做成 我們這種的複合式的茶包 它是用玉米纖維做的 加上我們的紅茶原料 跟我青龍 在我這邊學習的青龍回家種的玫瑰 有機玫瑰 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後 又產生一個新的物品 就是家味的一個紅玉玫瑰 像我們的檸檬胺 澳洲茶樹 還有我們的剛剛所謂的柚子 柚子皮 把它做出來的一系列商品 就可以衍生到我們沐浴系列 沐浴乳系列 整片都可以使用 再來我們 加上我們網路再來銷售 就可以做到產品的提升 精緻化 炎炎夏日 桃金娘花開的正業力 為了推廣坑子溪休閒農業區的 生態環境特色 規劃以遊客中心作為起點 將遊客深入帶入地方的農場 和茶園進行農事DIY體驗 除了品茶 還可以感受到農業轉型升級後 只屬於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獨有的農油魅力 這就是我們盧竹很有名的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是 而且整個休區 今年都有參與我們的 桃金娘活動 對 我們所有的 休閒農業區的 這一些農場 今年都有推出很棒的 農事體驗 讓大家好好來這邊享受 假日田園之樂 這次的活動 展期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我們這一次的桃金娘節 預計在6月18號到6月25號 也就是端午連續假期的 這一段時間 歡迎大家西家帶眷 來我們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來這邊欣賞最美麗的 桃金娘花會 是 其實除了欣賞 桃金娘花會之外 周邊還是有很多景點 可以去走走 對 就在這距離很近的地方 也有一個大谷山休閒農業區 可以整個遠眺 我們大桃源的美景 另外還有一個 很著名的陽愁步道 也可以欣賞到我們的甲蟲季 可以看到非常多 保育類的昆蟲 蘆竹真的是好山好水 今年的端午節 我們就是到坑子溪休閒農業區 今天非常謝謝局長 接受我們的訪問 給我們的詳細介紹 我們是不是一起跟我們 女王當家的朋友們說拜拜 謝謝大家的收看 各位觀眾朋友 拜拜 要來體驗喔 還沒太誇張了 我真的幾人份 都很大塊 而且有的是肉 有的是還有筋 吃牛肉才可以增加體力 它被稱為強壯的肉 各位…你看 好好吃喔 把牛筋 牛腱 牛腩 全牛的味道都在這一罐裡面 把牛肉那個高湯熬煮出來之後 把它濃縮在湯裡面 它最讓我驚喜的就是 滾會的過程中 它的湯汁還是這麼的一個清爽 要混濁 所以吃一口湯汁 你可以吃到全腹牛的營養精華 郭醫生 來… 來囉 再來… 哇 不要這樣 讓我看一下 我讓大家看到冠軍水的肉是 是紅色 是紅燒的肉 冷凍的肉是黑色 好像肉乾 杯杯水 灌頭是可以通勤全世界 為什麼 安全的包裝 安全的肉 完全沒有什麼色素 像要放回去 可以常溫保持上去 好 排隊美食 我們在家裡也可以輕鬆來上桌喔 哇 番茄牛肉包 對 哇 完成了 滿滿的牛肉耶 你看 為我都是 等一下要請主廚先來鑑定一下 一起鑑定 鑑定之前我先讓各位看一下這個湯 這裡面也沒有勾芡喔 那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加了一點馬鈴薯 馬鈴薯還有番茄 都有果膠 都有澱粉 所以它是 我的重點是在那個肉啊 我剛剛講到說這個四口性 就是說好薄 你看 你看我你看一下 有一點這樣子 有沒有 你看一下 軟嫩 來 很棒的味道對不對 好好吃 剛剛我自己吃了一口 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如果 我們不要告訴別人 人家 都不知道 我們是從罐頭倒出來的耶 不能講 不能講 你會以為說 要是煮幾點小時的牛肉煮得很好吃 對啊 真的每一口都好嫩喔 我們剛有看到牛肉麵 牛肉麵 牛肉湯腳 我們講 全部都是五星級的感覺一樣 所以我覺得料理方便就是 有這個配方對不對 這一罐 就是把整個廚師帶回家一樣 真的 全部搞定 而且最重要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常溫保存的冠軍食品 跟一般的冷凍 比較起來 真的是完勝耶 口感差很多 這個等於是說 我們煮好之後 馬上放到罐頭 是把它急速 把它做什麼 保存 罐頭本身簡單 開罐加油就好了 然後冷凍包要再退冰 重點是它80到130度的高溫煞菌 所以它不含防腐劑 一般冷凍料理包 它有縮化劑 而且它自動過程 如果說有疑慮的話 退冰再開始就不好吃了 然後保存方式 冠軍食品 常溫保存三年 那冷凍包只能保存一年到一年半 重點是你越冰它越柴為什麼 因為那個肉會膨脹 遇到那個冰塊膨脹 再柴柴的 還有就是這個剛才我要講一下 冠軍美味 第一個 它是完全密封 再來是高溫煞菌 還可以室溫保存 主要它是在密閉空間 高溫瞬間煞菌之後 把它儲藏在一個什麼 這個什麼 罐頭裡面 專用的一個鋼材 它可以常溫保存三年 不需要加防腐劑 不需要加一些添加劑 那你知道我從這個鋼材 這是日本進口的 鋼材進口之後 全部一罐作業 專門為了要食品安全 去製作的這個食品鋼材 聽說這個鋼材 跟美軍規格 跟NASA太空人 上太空的鋼材的罐頭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吃起來 沒有什麼 麻口鐵的味道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想說奇怪 過去還很多人 印象又停留說 你如果看到那罐頭 是不是拿出來 人會吃得出來的特殊口感 會 完全吃不到冠軍食品 因為它本身它的罐頭 就已經把味道阻隔掉了 對 所以它的香味保持得更好 所以馬上主廚說 還要教大家怎麼樣 怎麼樣 還有一罐兩次 再變魔術一下 真的這罐頭 好像孫努空一樣一直變 好一樣 我們這樣罐頭直接把它打開之後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會飯 一個苦瓜 來 那我們先把這個牛肉圓湯 剛才說過有那個 1比1的比例 對 那我們把它放進來 你沒有放油就直接下去了 因為本身它裡面有些油脂 有牛油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這是天然的 不是另外加的 它是牛 這是牛肉自己煮出來的什麼 另外的牛油 本身的油質 外面很多是什麼 另外添加 對 然後為了讓它合在一起 要很多什麼 化學的成分 把味道混在一起 它不是熬煮的 第一個這個現在我們是要做的 是叫做 涼瓜 好 我們加一些菇類 一些蔥這樣 讓它煮一下 就是原汁原味 原肉 讓它燉煮一下 待會兒就很好吃 好 那另外一道我們來煮這個 燴飯 我們一樣教大家一罐兩吃 對 還可以做燴飯 剩下這是一罐到底 一罐就變兩罐 剛才我們廣告之前看 那是怎樣 變三道 現在又變兩道 真的是百變料理 這廢飯這樣料理會太多嗎 不會啦 這是越吃越好 越吃越好對不對 牛肉不然會太多 這樣不要打算 我們把我們回到這邊來燒火鍋 這一鍋是滿滿的牛肉 然後這根本不用說 這裡面是滿滿的牛肉 所以兩邊都是 因為這個境外牛肉 再可以做400公克左右 是 牛肉圓塊 而且吳老師一直在講說 牛肉圓肉 牛肉圓肉 正常我清菜的每一塊 那個肉就是很大塊 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非常難得 而且是首度喔 電視曝光的外景影片對不對 對 我在工廠考察 我有震撼到 你知道嗎 那個牛肉真的是大塊牛肉 是堆積爐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牛肉是原肉的喔 然後我們怎麼要剖開之後 我們要怎麼做汆燙的作用 先什麼 殺青之後 把牛肉一些 剩下一些湯汁 雜質啦 雜質煮出來之後呢 你看喔 這個技術在這裡 用機器去切大塊牛肉 這個牛肉是大概三分手左右 那我們再用什麼 一些陳皮 桂枝去熬煮湯汁 這是另外熬煮的 湯肉分開 重點來了 新鮮松露提什麼 鮮 還有加什麼 義大利進口松露醬提香 還有松露醬油 讓它味道更濃郁 倒成泥妝之後 加入原湯之後 那你看一下 你看滿滿的 手工450公克以上喔 足重足量 然後這個是肉歸肉 湯歸湯 為什麼 現在我們加湯汁 因為這樣還要經過熬煮過程 經典松露湯汁 那你看這個整個循環過程 要經過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 裝罐 裝罐之後 你看 日期都是現做的 然後再殺到一個什麼 真空滅菌的一個特殊的機器裡面 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就是我們手中拿的這一罐 重點來了 新鮮松露什麼 提什麼鮮 還有加什麼松露醬 義大利進口松露醬 提香 那我們用台灣的醬油去釀黑松露什麼 讓它味道更濃郁 所以鮮香濃一次到位 對 這樣一罐的美味的牛肉 想不到蠻龜毛的 對 很費工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鍋裡 其實很多的用心 跟它的所謂的 這個給我們的家庭煮生 很多方便 一碗一萬塊的牛肉麵 那肉一定用的就是所謂的原肉 不可能是叫蟲煮肉 所以其實蟲煮肉跟原肉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 因為你看 你看旁邊是什麼牛筋牛腩 中心是牛肉 它一塊叫原肉 整塊很重 你看 這個大概有四五公斤重 你看 這是我的手 拿起來你看 切過 很大塊的肉 整塊肉真的是原肉 然後 就會穿燙 對 穿燙之後 這個是用機器再去分切成小塊 要切成那個什麼 切成這個塊狀之後 才去熬煮湯汁 這個是很費工 所以我今天去工廠 我發現說原來 台灣不只是做農業很進步 我們做這個罐頭食品也是很厲害 所以吳老師這個牛肉 如果今天是用原肉或者是蟲煮肉 這個品質跟口感差異會很大 差很大 湯頭味道也差更大 你看這一塊就是我們的原肉塊 你看 我們在工廠切成這種肉條 他們的肉夾在裡面 對 因為整塊肉夾 蟲煮肉或碎肉 它是沒有什麼牛肉味的 所以不可能要熬什麼牛肉湯 所以廚師告訴我 要有肉湯的肉應該很大塊去熬 因為牛肉會縮 那個縮之後湯會出來 但是呢 裡面也要夠大塊才能保存原本什麼 肉汁還不能 不然的話流出來就太柴了 是 很費工的 很麻煩的 我也這麼一塊 所以這麼好的肉品的來源 也是相當講究 一定很注重的 因為好的肉品 才能做好的罐頭 它這是牛澳跟南美 你知道南美現在是足球的大本營 每天都要吃大量的牛肉 而且他們是什麼 是骨刺牛 吃骨的 很重要 而且還有你知道嗎 為什麼罐頭很注重 因為它沒有加防腐劑 最後我們要做測試 安全測試 防腐劑沒有測試 還有一些 才能夠怎麼 讓我們消費者來什麼 使用 很重要 好 那馬上煮熟這邊的料理也完成了 好 那這個青椒牛肉 叫原糖原汁這樣煮好之後 勾點芡 這樣淋上去 哇 你看看 所有的牛肉 所有的青椒 都在這一款會飯裡面 所有營養都在了 哇 這樣的一個冠軍牛肉美食 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 來 牛肉會飯完成 所以吳老師這邊的是 我們這是什麼 梁瓜牛肉 這成盤現在夏天也滿爽口的 對 我吃了 哇 那其實呢 在美味的同時當中 全家的營養幫我們照顧到 重點 小朋友一定要顧到 為什麼因為牛肉B群 還有這個運動的 剛剛講運動選手最強功用的肉 像我們這種工作忙碌上班族 婦女在坐月子或身體期前後 一定要吃牛肉補充營養 還有眉力很差的 學生 新少年 還有什麼病後 術後的人一定要吃 還有勞力工作者 最重要的是家的爸爸媽媽 為什麼 吃牛肉才能更長壽 哇 太棒了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那麼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趕快上我們的 女王當家94GUS FB粉絲團 難過趕快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裡面還有好多精彩的好看 要來跟大家分享唷 五星級的肉材 要來做五星級的料理 這樣就好了 哇 成品 一萬塊的牛肉麵上鍋了 這超棒的 要吃水餃的 要吃牛麵的 這是一鍋搞定 這麼多牛肉 這樣煮好之後勾點芡 這樣淋上去 哇 你看看 越滾的時候是口味越豐富 一口可以吃到 全部牛的什麼營養跟機會 對 每次看到那肉 就覺得很療癒 大塊的肉來了 大塊的 哇 你看 呢 再捷噴 就算了 你看